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湖南长沙 这里是中南大学乡亚二医院 往前300米啊 就是第一门准 和第二门准 以及内科楼 外科楼 京卫楼 右边呢是五光科楼 这是东门 现在天气也是特别热 中南大学乡亚医院啊 它是整个湖南省 最好的一所医院的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北邪和南湘亚 指的就是这里 这边是五光科楼 来中南大学 湘亚医院就诊啊 是非常的麻烦 你不仅要办那个就诊卡 而且要提前预约 他周末一般也是预约不到那种专家号的 所以很多时候你要预约一个专家号 可能要提前一个月左右吧 有些比较热门的科是你像妇产科这些妇科 你都不一定预约得到 每天都是人山人海 这边是外科楼A座 人特别多 我觉得人生啊 当你最低谷最迷茫最痛苦的时候 来一趟医院 我相信你所有的一些烦恼和困惑 都可以 放下了 目前医院这边正在这里施工 所以来的话不是特别方便 这边是京卫楼 对面有很多的中式快舱 这边就是地铁口 如果大家来的话在这个 瑶岭 香芽二医院的 5号出路口 6号线是比较方便的 目前住宿还没定 我准备在这个 医院附近啊 找一个住宿 一般医院附近的住宿性价比它是挺高的 现在我就准备过去 这边有很多卖 当地水果的 这个5号果是25块钱一斤 香芽二医院附近这边都是种的五重树 价格比较便宜 这边也有住宿 这边吃的确实特别多 这山头啊 嗯 把火关了呀 这个方法多少钱 你看这个风扇最大的有多大 风扇 也不得开一下 你的五十五少不了是吧 口风条 嗯 一开坑条坑条开得到什么时候啊 一开得到 就这个环境 这个粮食粮快一点啊 嗯 那你看看它的风 嗯 先这个玩了 不要开坑条 哈哈哈哈 不是 直接换掉啊 对对那就无所谓 人家走了 我那东西都倒掉了 是 如果你单独为了我换 那就不太好是吧 没事的 我房子再换掉 是 别人走了 我看一个真正换 我都跟人家换了 哪个再走 你要走吗 放什么 一个位 就走了 好 刚刚呢 已经是把这个住宿搞定了 大家看看这个环境啊 这个门是可以进行反锁的 他这个床还是挺干净的 尤其是这个被套很白 你看到没有 有这个折柱 40块钱 确实是比较干净卫生啊 这个老板人的人也是特别的友好啊 然后他这里有一个窗户 不过他这个类似于这个城城村里面的握手楼 和对面的那个楼房很近的 所以这个要不要都无所谓 反正 这个阳光效果不是很强 他这边是贴纸 不过他这边是个木板的 还好他隔壁没有房间 看看 这里提供了一个小桌子 可以进行办公 还挺不错的 干净卫生倒可以 但就是怕等一下 我怕太吵 因为他这个墙底是木板墙的吧 这里提供了这个衣架纸 大鸡头 桌子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啊 一般这种木板墙的房间 他的 卫生都还是做的比较到位的 因为如果说本来他的 这个 条件嘛就比较有限 如果说你在 卫生不搞干净一点啊 肯定就没啥能住 他这里是可以开空调的 开空调多10块钱 给大家看看 洗手间的话也是挺干净的 你看 他这里有一个洗手台 冷水喝热水都是有的 但老板娘说他这边还有很多人在这里日租 不过他这个厕所门就比较尴尬的 这个晚上 就就有点不太好吧 就是白天啊 他这里因为没有穿帘嘛 就是像现在夏天 就是天亮的比较早 你看如果说不当六年度呢 这个就比较的 透明了 这个 确实 这一点不太好 如果这个门 是可以遮阳的话 那还好 但这个效果 没啥 但没啥太多效果 被套确实还可以 这个没得说 就是 怕等一下 太吵 灯关的话稍微有点暗了 网络信号还行吧 大家觉得 40块钱在长沙住 这样一个房间怎么样呢 现在长沙天气特别热 赶紧把这个风扇打开 它这个风扇力度也不是很大 这让我有点尴尬 到时候我在考虑 要不要开空调 先砍一砍吧 如果说实在是 不行的话 再把这个空调打开 刚刚热的 受不了了 真的是实在是受不了了 这个被子都是烫的 所以说 就开了这个空调 数块钱 12次了一次 没办法 太热了 真的受不了 好刚刚的已经是把这个住处 是搞定了 在长沙 香阳二医院 这个附近 也就两三分米吧 我感觉这个环境 确实还是可以 就是 存在两大 比较 就是重要的一个原因吧 就它这里的关线吧 白天可能天亮比较早 就容易影响一个睡眠